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现在医生的爆标是人都知道的 不只是专科医生不够 就算普通科医生也是不够的 两个医生都不够的情况下 最后来医生受罪大家知道 所以医生出来打工和正做 实际上我们都受罪了 我们都不会有好人之过 所以希望多些海外医生 或者给予多些护士、诊所 帮他们的科 或者是药剂师 帮我们配药 减轻医生的工作量 我们不需要一定要请专科医生 专科医生当然缺 其实我们普通科医生都缺 我们就请普通科医生更好 其实拉人的数据 我们真的各样都很缺 但是可以的 我们也要谈回专科医生 其实他们本身已经是医生 有牌医生 所以我们应该用临床的审批 以他们的工作表现 其实是临床时的考试 或者是上级的 不是一定要他们实习 考试 那么简单 而外国都有临床的审核 其实我们也值得参考学一下 这些东西我们要学多些 我其实同意韦杰所说 还有希望 就算考试 就是跟我想说很难考到 我想用这个考核制 我想它临床那几年多 要看到它的能力 所以我反而觉得 用临床那几年实责 用来要评估成绩的更实际 都读过医科 还有留意一下 国家学校的质素 可以测试一下排名 如果排名低那些 即是有问题 在那里导处了一些 有机会是黄律医生的层面 中大都是排49到 所以前50名 其实这个数字 起码合理的 第二个方法就是医尊 其实它可能是自己心目中 已经有一批医学院 是接受的 认为是合格的 看看它的名单 哪个名单送的 我们就要哪个 因为我们希望放松一点 我们就要收紧 大家很多时候 之前所说的 医医商位 其实在我立场上 我都会觉得 不一定是这样的 现在在香港 不够医生 都是之前所说的 这个一定是事实 吸引到多些可疑医生来 是一个其中一个方法 之前其实已经做了 就是有限度注册 三年之后 就免了实习期 其实已经做了 但会不会有其他方法呢 医管局的流失率 都有5至6% 我觉得有几个百分比 流失率是正常的 但有个别科目 它的流失率是比较大的 医管局有没有一个想法 究竟如何去减低了 那部份医生的流失 其实唯一的办法 就是加薪 是的 我反正是一个自由市场 你应该这么说 我又觉得 是不是一定要加薪 或者工作环境 可能你的工作环境 没有现在好像打仗 你现在可能你的病房 你本来只有8张床 你现在变成12张床 你现在其实大家看回 你那个病房里面 现在的百分比 其实是100或者120 你已经是一个不合理的情况 当然 你所说 就是医生 令多多些医生来的 这个是快的 就是直接 如果他进来就做到了 那就已经可以令到 即见到多了医生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解决方法 那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 可以做到呢 那我又觉得可以 用大家的智慧去想一下 究竟有没有其他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